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举例另外一个商品来讨论我们的防晒剂 在前几周我们曾经讨论到防晒剂它有各种不同的剂型 有乳霜、乳液、还有唇膏 那今天呢,我们是要介绍的防晒剂的这个剂型是喷雾的剂型 那这款商品呢,是路德清Neutrogena 它所谓的运动型的清凉型的防晒喷雾 它所标示的防晒系数SPF是30 在紫外线的防复PA,它是给予三个正号的评价 首先我们介绍路德清这一家公司 它是一个美国的保养品的品牌 它的产品里面包括脸部的保养 还有头发、护肤这些产品 它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被一家很大的公司 Jongson Johnson这个集团把它并购了 现在是它的集团的子公司 那路德清这个产品呢,在许多国家都有贩售 而且它销售的技巧很好 找了很多的名人来代言 所以在国际间的品牌知名度是颇响亮的 它从1954年到1997年这一段期间呢 有一些的重大的突破 那像从1954年开始 它是推出第一块纯净温和的透明的洁面罩 它所标榜的是清洁后 肌肤很快就会肥护到正常的PH 我们一般知道洁面罩、肥皂通常都是油脂的碱化 也就是皂化的反应 所以常常会洗完后之后会偏碱 那这一款呢,它是清洁后肌肤会很快就恢复到正常的PH值 就是不会那么减的意思 1967年呢,它的品质受到皮肤科医学界的推崇 那1997年呢,它开始研制它的护肤的产品 尤其是针对亚洲人的肌肤 而且它首次的引进了维他命A酸 维他命A酸 在2003年时候,它为了适应潮流 世界的潮流从天然物里面提取有效的成分 它提出之后呢,把它应用在 去除青春痘、护肤的系列的产品里面 2004年,它版图扩展到了中国 2008年呢,它特别的推出了一个叫 HelioPlex的这个防晒产品 这个产品呢,主要是将不同的防晒剂 把它添加在一起 让效果加倍、持久、稳定 这是它推出来的HelioPlex的一个产品 2009年呢,它创造了一个什么天然清肤的结构 而帮助肌肤持久的水润 也就是保湿会比较好一点 2010年呢,首创了一个电动的洁肤仪 就是能够清洁皮肤的一个电动的 清洁的电动的刷毛 这个引领了一个新的潮流 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路德清公司推出的各个厂牌的 不同的产品 那它的商品的标志呢 就是Lutrogena 就是这个蓝底白色质的这种标志 那路德清的事业的领域呢 包括脸部的护理事业 还有皮肤的 还有女性的护肤的 男性的护肤的 这里面这两款男女性都是皮肤的事业 现在我们来介绍路德清这一款 运动型清凉防晒喷雾 这一款产品 你看它的外观蛮不错的 它有它的标签叫做Nutra Gina 然后它上面写的 为了运动型的Sport 那它的SPF呢 标志的是30 它的容量141克 建议的售价呢 是449元 我们从右边可以看到到 它的一些的仿单上面的叙述 第一个它是所谓的运动型 所以可以适合在运动旅游 就是在阳光炎热的时候 喷一下 那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专利 叫Helioplex 是一种防晒的专利 它能够长效的阻绝UVA和UVB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 就轻轻的一喷就好了 就像它主要是喷剂嘛 所以用喷的 那喷剂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常常会因为涂抹乳液乳霜的时候 像背部有些地方就涂抹不到了 所以喷剂它能够不需要假手它人 可以自己来喷涂抹到我们手够不到的地方 这是它的优点 那它的配方里面 它是说含有薄荷的延伸物 所以感觉到有清凉的感觉 还有保湿阴脂 所以能够感觉到很舒服 它这边也特别提出了有不含油脂 不含油脂 至于是不是不含油脂 我们等一下可以从它的配方里面来看一看 还有不含PABA 这个PABA是最早的一个防晒剂 主要是它会引起过敏的 是不是没有PABA 我们也可以从成分表里面看得到 至于防水防汗 这个现在美国的FDA的标准里面 它说已经不能够宣告防水防汗 你可以用耐水耐汗 但是要经过实验 不能够讲做防水防汗 因为防水防汗 它的定义是百分之百的防水 和百分之百的防汗 所以这一个防水防汗 这个标志 这一个广告的说辞 是现在已经要改正 通常它的使用的方法是在 要出去之前 30分钟前 喷洒于肌肤上面 就是在暴露于太阳下之前 30分钟 那这边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不要直接对脸部喷洒 直接不要对脸部喷洒 也可以是把它喷到手中 然后再涂抹到脸部啊 或是这些 为什么不要对脸部喷洒呢 因为喷雾剂的剂型 它都是一个细微的液滴 这个液滴呢 我们会在经由呼吸的时候 会达到肺部 它在这边的警告特别也说 紧供外用寝物吞食 那我们如果用喷雾剂被喷到脸上 你把它吸入到肺部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不是叫做外用 防晒剂的剂型 防晒剂的产品 它都是外用的 所以最好不要呼吸到我们肺部 也不要吞食 甚至眼睛也都要避免接触 所以它特别提到 不要直接对脸部使用 那六个月以下婴儿 也是要请教医师 看可不可以用 还有一个就是喷雾剂啊 它的喷雾罐 因为里面都是一些 低肺点的一些的高压的气体 所以它很容易燃 是高压的封装 所以有时候你把它摆在车厢里面 忘了拿出来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 车厢的温度又很高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危险的情况发生 另外不要接近火源 也不要在高温处 还有吸烟的时候 注意哦 还有吸烟 你不要喷的时候 刚好旁边有人在吸烟 原因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低肺点 可能会一燃烧的 这种化学成分在内 所以使用这种喷雾剂的时候 是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它必须要形成喷雾 它这个肺点通常都不会很高的 所以要注意这种热源 这是运动型的浸凉的防晒喷雾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广告的说辞 它是有Helioplex的一个专利 能长效的主角 UVA UVB 其实它这边写长效的话 其实是要看你的使用的量 而且这个长效 它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譬如说你SPF15 15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如果在太阳底下 如果是20分钟皮肤就晒红了 SPF15就是等于20分钟乘以15的倍数 时间的倍数 也就是说在20乘上15的这样子的时间 大概是300分钟之后 你才会晒伤 至于说长效不长效 其实是要看它的防晒系数来决定的 不能够只讲说它是长效 这样子比较就是很不科学 那它是预防晒黑和晒伤的 那这个是很便利 喷雾剂的目的就是便利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则广告 在国外在高级的度假地区 然后穿了一些时髦的贵妇人 他们在海边或是游泳池畔 通常都有帅哥 然后去为他们去涂抹这个防晒剂 不过在台湾嘛 我才觉得可能民情的不同 一般的女性不太愿意让别人去碰触到身体 所以防晒喷雾的剂 它可以用来喷在身体自己涂抹不到的地方 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是一个它的优点防晒喷雾 另外其实也必须要注意的就是 有没有防晒的效果 其实是要看它的量来定的 如果它的量 如果喷雾没有达到每平方公分两个mini ground的话 那这个其实防晒效果就会打折扣的 这是也是防晒喷雾要注意的地方 好它是一个有特殊清凉的配方 是因为含有薄荷的延伸物 所以会让使用者感觉到使用的时候会清凉的感觉 好不含油脂不含PABA防水防汗 我们待会儿都可以从它的成分里面 成分表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些的成分 它是说这个不要直接对脸喷啥 要达到最佳的效果 通常是在游泳后或是大量出汗后 就要适量的补喷 这样子才会达到一个有效的防晒 我们也找了一些试用者来分享它的使用心得 这个是在一个分享网站得到的资料 那这个分享的网站上面 它把它这一款产品的运动的效果排行呢 它分为这几项 它觉得最好的 大家都觉得最好的 第一项是什么呢 这款产品的最好的第一项是防晒 第二个是因为夏天太热了 喷上身上的时候 有种清凉感 历时鼠疫全销 这是它第二好的地方 第三就是说 它都会去再回去再买 表示这产品不错 所以有人愿意回购 但其中呢 找了两位使用者来说它的心得 第一位是24岁的混合性肌肤的女性 他给她的评价是六颗心 他蛮喜欢这种喷雾型的防晒剂的 香味和质地都不错 那这个标明了清凉呢 所以很适合炎热的夏天来使用 他说这个成分里面有酒精 那这个酒精呢 他是说可能是让喷雾能迅速挥发吧 这可能是其中一点 增加它的这个喷雾剂的挥发性 那有些人对酒精会有过敏不适应 但是他使用后他觉得没有不适应 不过他也担心 他不太敢用来弄到脸上 他是说这款产品有点油油的 但是他还可以接受 还称得上滋润 这是第一个适用者的心得 但他也愿意去回购 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二位使用者的心得 这位是21岁混合性肌肤的女性 他给予这款产品的评价是两颗心 他没有给它很好评价的原因是 第一个他认为香味太香了 有点夸张 刺鼻又不太好闻 他认为这款产品有点油油的 吸收又不太好 还有他认为细数 也就所谓的防晒细数不够高 他认为户外运动的产品 防晒细数应当要高的 所以他觉得不太合用 另外他认为他的说明里面 认为这款产品是沁凉的感觉 但是他使用后却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他的评价 所以只给予两颗心的评价 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和各位讨论一下 防晒细数到底要多高 防晒细数是不是越高越好 其实防晒细数呢 它有一个保护率的一个比例 这个保护率的比例 它的公式是保护的百分比 它是等于SPF-1除以SPF 如果我们有一个防晒细数的产品是15 有一个产品是30 有一个产品是100 就是SPF 如果我们这边是标盲是SPF 按照这个公式 15-1除以15 30-1除以30 100-1除以100 这个大概是多少呢 就是14除以15 大概是93%左右 30-1除以30 就是等于29除以30 大概是97%左右 然后100-1除以100 就99除以100的话 就是99%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防晒细数30是15 我们看这个数值是两倍 但实际上你看看 它的防护只增加了4%而已 并不是它的防护效率增加它的两倍 甚至我们高达SPF-100的 只和SPF-30的只增加多少 差两个percent 所以我们不要去被高细数的防晒的细数 所蒙混了混淆了 也不要被厂商这样子说 认为高防晒细数就好 因为高防晒细数 它可能价钱贵也比较偏油 实际上比较正确的做法 其实像户外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不必到50 30 50以下 30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要注重的是什么 注重是常常要补 因为我们流汗 有时候用毛巾擦掉 反而会这种让量不够 如果我们常去补足 这个使用量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认知 对于防晒这方面的一个认识 好 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它的仿单里面所介绍的成分 是不是有它所宣称的效果 首先我们要介绍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章里面有特别标书这个 未属装书字 这个字号 通常像这种有防晒型的产品 它都是所谓的含药的化妆品 含药的化妆品 要经由卫生署 它的一个管理 像我们常常看 它有装书字号 这书就是输入型的 从国外输入型的 如果是本土制的话 就是卫属装制 制造的字 我们通常如果想要看一款产品 值不值得信赖 你可以把这一个字号 去卫生署的网站上面去找 它有一个网址 专门就让你去找 看看有没有这款产品 我曾经为了准备教材的时候 有找了一款产品 它上面有写这个卫属装书字号 或是装置字号的一个产品 结果我去找竟然没有 后来我就在网站上发现 那家产品 那家公司竟然是 它用了别人的字号 来当它产品的字号 所以它被卫生署开发了 所以这个装书字号 其实是一个证明单 一个血统证明单 是不是正确的 其实可以查这个东西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 它的主要的成分 因为它是防晒的产品 所以它主要的成分 要先标示出来 你看这边所标示出来的 都是防晒的成分 从这边到这边 有蛮多的 那这个下面呢 是它的机器的成分 它这机器的成分呢 有一些什么 前面刚才讲说 有它有一些含醇的 这确实 这边是有含醇 SDR 我们在后面还会再去介绍 这里面其他的成分 它的产地是美国 从美国输入的 好 我们看看它所列的一些的防晒分子 像有所谓的HOMO SALE 第一款 它主要是UVB的防晒 HOMO SALE是一个对照标准品 如果你要去测ASPF的话 通常都跟这个HOMO SALE来做比对的 再来就是第二个 Benrofenol 3 它也是防晒的 Benrofenol 它可以有UVB UVA的防晒 UVA的防晒并不是很全面 还有一个 就ECA salicylate 这个ECA salicylate和HOMO SALE 这两个其实是同属类型的 也都是属于UVB的防晒的 再来还有一个所谓 商品名叫Passo 1789的 1789这一款产品 它是所谓的主要偏向于UVA的防晒 有部分的UVB的防晒 还有一个叫做Octocrylin 也是防晒的 它主要是UVB的部分的UVA的 所以我们整个看起来知道 在防晒的产品里面 它标榜了SPF 30 它主要是对UVB的防晒 你看有这么多 然后它也有宣称 它有PA 有三个加号 所以它也有UVA的防晒 那我们知道 现在防晒的分子里面 它在产品里面 它添加了能够防复UVB的部分 另外也添加UVA的防晒部分 这样子加在一起 就会有一个相加的效果出来 也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UVA和B的防复 这是在防晒分子 它这种使用的时候 所以需要应用的 再来我们看看它的其他的成分 第一个叫SD alcohol 这个SD alcohol我们叫变性酒精 什么叫变性酒精 酒精为什么要变性 其实酒精变性的目的 是让这个酒精 它有它特殊的用途 一般来讲 我们食用的酒精 喝的酒是非常的贵的 因为要进口关税 这些政府抽税 这些东西要建 但是你把它用在工业上的产品的话 它的税率就比较低 那酒精为了说 不要让它被拿去食用 食品来用的话 它就要添加一些东西 让这个酒精 变得不会那么容易 把它变成食用酒精 像这一类的就叫变性酒精 那这一款 这个酒精主要是用在化妆品上面 它把它稍微添加一些变性的 就是不应当在酒精里面 存在的一些变性剂 在里面 那它不影响它当溶剂 但是食用就是不行 所以这个SD alcohol变性酒精 它是作为溶剂的 还有isobutene 一丁丸 在这里可能也是当一个溶剂 另外这个 它是当作溶剂 至于有没有防晒 我认为效果不好 可能有一点点吧 因为它的化学结构里面 因为它是两个环的化学结构 可能有吸收一些纸外线的功能 这个吸收纸外线的功能 可能是比UVB 可能在UVB的范围 但是并不是很强 还有一些柔软剂 这些等等 这里面它也添加了一些的乳化剂 界面活性剂 为了让它的分子 能够适合于喷雾的机型 还有一些香料 你看它在这边讲说 它很不喜欢这个香味 是因为它添加了香料 可能添加了香料 你看按照顺序来看 这个香料排到蛮前面的 可能香料加的确实是多了一点 其实香料在整个产品里面 这个副香其实只要加一点点就好了 不需要很多 可能有时候都是几滴 那这里面也有加了一些维他命E 还有丙二醇 还有这个乙二醇 这些都是 我们只要看到一些醇 醇的东西 因为都有这个 我们就是叫做所谓的Hydroxy Group 都是能够比较能够形成 分子间的轻溅的 所以都有保湿的作用 那还有另外一个 薄荷醇PCA子 薄荷醇PCA子 叫Mansia PCA的子 那其实它这款产品里面说 它有这种沁凉的作用 如果说你是认为是从薄荷醇PCA子来的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子类 子类是虽然是薄荷醇 它和PCA的酸 然后合成 形成一个子类 其实它已经没有薄荷的凉味了 因为它是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子类的分子了 这里面清凉的这种特性 我认为是从刚才的 前面的乙醇来的 因为乙醇 我们通常如果在预防注射的时候 不是擦乙醇吗 先消毒的时候 就感觉到沁凉的感觉 其实是醇来的 如果它这边是用的薄荷醇 而不是薄荷醇PCA子的话 我认为它是会有沁凉的感觉 但是在这里已经有形成纸了 所以它不应当是一个薄荷醇清凉的感觉 所以应当是没有的 好 但是它这边写的是一个保湿的效用 这个保湿的效用我是认同的 因为它是脂类 是一个合成纸 它能够在我们皮肤上面形成一层 覆盖一层的薄薄的油膜 脂类的油膜 所以是有这种覆盖型的保湿的作用 那这边你看还有这个月桂醇PCA子 这也是纸 抗怪血酸棕铝脂 这些都是合成纸 它都是有这种保湿的作用 像棕铝酸维他命A 还有这个抗怪血酸棕铝酸脂 这两个其实都是有抗氧化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脂类 在身体上面我们有一些的脂解酶 它会把它分解成一个抗怪血酸 或是维他命A 那抗怪血酸和维他命A呢 这两款东西呢 都是有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整个来讲 这个运动型的浸凉的防晒喷雾 它有防晒的效果是无用自营的 因为它有SPF的UVB的防晒分子 也有UVA的防晒分子 有浸凉的感觉呢 主要就是因为它含有一些酒精的关系 至于说有一个适用者说味道太香了 可能是它的里面的香精差的很多 那油不油呢 油不油腻其实就是看它的脂多不多了 这边的月桂醇脂 棕铝酸脂 还有这边的脂 其实是有一些的脂油性的这个油脂在的 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它的防晒的成分 各个成分 那我们这些的资料呢 来源呢 是从路德卿FB粉丝的专页 还有它的光芳网站 另外从商品使用心得 找到一些使用者的评价 还有从CoastDNA这一网站 找到它的各个成分的功能 那我们要很谢谢这些网站 能够提供我们这些资料 作为我们上课的用途 这一款路德卿Neutrogena的运动型 清凉防晒喷雾 SPF是30 PA有三个症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 具有防晒功效的一个产品 那喷雾剂要注意的是喷的时候 你要最好是背对着风 不要呼吸到吸进这个防晒的 分这个喷雾 另外喷雾呢 不要只涂的薄薄的一层 你起码要喷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就几乎啊 我觉得量啊 一定要喷的够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 那还有使用完的喷雾罐 不要乱丢 如果丢到 如果有火源的地方 可能就会有一些 着火 或是爆炸的情形发生 所以也要适当的处理 使用完的这个罐子 这都是 除了在消费者使用完这些东西之后 后续的动作 环保的动作 也应当要注意的 谢谢 谢谢